我心属主 我力属主 让主居守卫 在主教前前被顺服 让主居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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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愿在我心里之内 让主居守卫 我家属主 有主同传 让主居守卫 时常为我一家之处 让主居守卫 一起来 让主居守卫 让主居守卫 主实借益 这会已归 让主居守卫 教会输主 帮主拯救 让主居守卫 教会输主 帮主拯救 让主居守卫 让主去守卫 教会工作 让主去配 让主去守卫 我们今天先读两处经文 一处是在格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格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我自己读给弟兄姊妹 这里说保罗在格罗西书是这样说 一章十八节 他主耶稣基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再看一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 开始好像是提到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实际上是没有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这里说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我们再一次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主让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 在主的面前 主啊 众多弟兄姊妹默默地祷告 主你都听见 你也知道 主但愿按照弟兄姊妹 默默地在神面前 所有的祈求 是合乎神心意的 神啊 求主给成全 主若是我们有些的时候 主应该等候 求主给我们在主面前 有一个忍耐等候的心 主身心到了时候 你要按照你自己的美意 成就在众多弟兄姊妹的身上 我也求主悦纳 我们在神面前的 用诗歌的敬拜和赞美 主啊 当然谢谢你 主你在我们当中 主你在我们的四面圈上礼拜 让撒旦在我们当中一无所有 亲爱的父神啊 求主今天你在这个聚会当中 举首位 张王权 主你也怜悯 这个软弱的孩子 这个软弱的仆人 主你知道 主你的仆人身体上的疲倦 身体上的衰弱 灵里面的枯干 主啊 但愿不因为孩子自己的软弱 灵里面的枯萎 让你自己的话语受到损失 主但愿你自己亲自工作 主啊 谢谢天父 主让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 只见耶稣 不见一人 主啊 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地仰望你 但愿你的话语 向我们解开那应当解开的 让讲的人受造就 让听的弟兄姊妹 也一同蒙恩典 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 随听我们众人的同心合一地祷告 我们这样的祈求 乃至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感谢主今天上午我们谈到了 我们是 我们是有基督耶稣 有主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人 正像保罗所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病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至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都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人 我们这许多的人 就是被选召出来的 从诗人当中被分别出来的 所以有人也说 那个教会原来的意思 是神呼召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一些个人 是蒙神呼召的 选召的这样一些个会众 感谢主啊 这个教会应当是从世界当中 从世人当中分别为圣的 我们都是蒙主的恩典 我们都是蒙主的拯救 我们都是重生的人 重新得到了一个生命 就是基督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主来了是要叫我们 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 我们每一个都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人 我们成为神家里边的人 在世上一个家庭 为什么成为一个家庭 因为有血统的关系 我们教会为神 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 为什么我们教会 是大家可以看作是神的家 我们都是神家里边的人 因为我们有一个属灵的 灵统的关系 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姊妹 都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个新的生命 从血统上 我们各有各的家 世上的家 那是从血统上看 但是从灵统上看 我们都是赎获神的人 我们这就是被神选招的教会 那么在一个家里边 有一家智长 在神的教会里边 也有一位一位元首 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教会的头 也是教会的元首 在这里想着 首先和弟兄姊妹 略略的澄清几个问题 我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大概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 毫无问题都很清楚 恐怕少数的 刚刚信主的 或者是刚刚接触到主的信仰的 也许有点不太清楚 我们呢 是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家 我们不是一个教门 弟兄姊妹 我们信主 是信基督 我们不是信基督教 信主以后重生蒙恩得救了 我们有神的生命 自然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婴儿一样 生在神的家里边 我们不是参加某某一个教 不是入教 不是加入一个教门 而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认罪悔改 从生得救了 是一个属灵的婴儿 生在神的家里边 所以平常有些人说 你信教了吧 我说我们不信教 怎么会是 我们说信基督 也是信基督教的 我说不对 基督教也不信 圣经里边没有基督教这三个字 我们是信基督的 不是信基督教的 重生得救以后 是进入神的家 进入神的教会 不是加入到基督教里边来了 不是加入到一个教门里头来 所以这一点 我想弟兄姊妹啊 大概因为过去的 大家的领受 我想我们的教会 应当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呢 即使神是我们的教会的元首 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弟兄姊妹 大家是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 当然有的人客气 称呼某某先生 或者称呼某某什么什么教授 但是我们在灵里边的关系 是弟兄姊妹的关系 是好像亲骨肉亲手足 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关系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是不是珍惜 我们被主的宝血所买来 又同在一个教会 大家一同服侍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珍惜 这个关系 前二十多年了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的妻子病了 病了以后想买一种药 大夫开的那个药 叫以安典服同 大概这里有大夫也许能够知道 那那个药在那个当地 那个城市里面 怎么找也找不着 拖了好多的弟兄姊妹买也买不着 就想起来有一个姊妹 这个姊妹姓毛 她呢那个时候到了香港 她曾经没有走以前 曾经和我们说 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话 你们给我写信 我要尽量的帮助 我心里想 我们经济上也没有什么缺乏 主的恩典也够用的 也不想有什么别的帮助 那天我忽然想起来了 我提子需要药 那个医院里也没有 药房里也没有 我就给她写封信 我说请这个毛姊妹 你给我把这个药寄来好不好 没想到信发出去很短的时间 他很快就把药寄来了 那个是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 那个时候啊 中国大陆还有一些个习惯呢 凡是从中国大陆以外 进到中国大陆的寄来的一些个东西 特别是邮包这样的一些个邮件 一定要本单位的领导人盖章 你才能够取得出来 没有本单位的证明 你拿着那个通知 邮局的那个通知 就是那个包裹单 到邮局你取不出来的 当时我也没有被平反 那我就只好去找我妻子的那个单位去了 妻子单位那个领导人一看 收信的人 我的妻子姓白 收信的人是白某人 寄信的人姓毛 是某某人 这两个人不一个姓 这个从香港寄来的是什么东西 我说是药 这个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我当时八十年代初期 我觉得当时说我们是基督徒的关系 不大好不大方便 那个时候 但是你又得说呀 感谢主 我心灵里面一祷告 神给我一个智慧的话 哎呀 我说他们两位啊 从年轻的时候就亲如手足 胜过手足啊 那个单位的人说 哦 胜过手足 好 盖章 就盖了章了 后来就爆药取出来了 那个时候我真是想到 弟兄姓妹的这个关系 是亲如手足 胜过手足 胜过手足 我不知道 家庭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弟兄都不好讲 但是我愿意和属灵的弟兄们讲 和爱主的一些弟兄们讲 所以那个是我真正切实地体会到 弟兄姊妹我们蒙恩拯救 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是亲如手足 而胜过了手足 真是感谢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大家是弟兄姊妹的关系 我想大概在我们当中 是没有这样的称呼 这样的说法 某某人是我们的教友 咱们没有吧 我想在我们的教会从来没有 但是在别的教会 我听着很习惯 我们那里有好几十个教友呢 我们那里好几百个教友 某某人呢 哦 那是我们的教友 我圣经里面哪里提到有教友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个有一个笑话 中国大陆有一个弟兄 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 也是服侍主的一个弟兄 有一次跟我说 哎呀 他说我们那个地方 有两个真正的教友 我说岂有此理 教友本身就是错的 怎么你们那里还有真正的两个教友 那个弟兄他跟我说笑话 他说我们那里那两个信主的人的信徒 一聚会就睡觉 两个人只能睡觉 什么两个教友 弟兄姊妹 我们聚会的时候 无论如何别睡觉 我们是敬拜神的 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神在我们中间 说一个不好听的话 在世上有一个名望 有地位的人 要接见你 你要喝的谈话 你一边喝的谈话 一边睡觉吗 世人尚且如此 你自己的公司的经理 找你谈话 你自己的或者是工作的 那个老板找你谈话 你还不能在那打盹睡觉 弟兄姊妹 若是我们聚会睡觉的话 实在是在神面前 不够敬钱 还有一个笑话了 这是山东那边传出来的 山东说某某人 那个人真是教友 怎么是山东那边 那个人是教友呢 你叫他他就来 不叫他他不来 是这么一个教友 但是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 我们都是自己 有一个自身灵里面的一个 被神的感动 受圣灵的催促 我们不可望止聚会 也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停止惯了的人 我们就是到了时候 我们应当到这来敬拜神 特别感谢主 我们两次的这个 几次的聚会以前 我看见我们有个相当长的 安静的祷告的时间 我真是看到是神的恩典 求神多赐福我们的教会 我在这里想起来 还有一件事情更可笑的 也是在山东那边传出来的 在我们当中 有山东的弟兄姊妹 不要怪我 因为我的这个住家 老家也临近了山东 所以听到了好奇 这样的事 那有一位山东的一个弟兄 说他那里那一个人 那个教友 那个真是难办的一个教友 我说那个教友 怎么还难办的教友 你管和他说好话 请他来不可 还不行 你得一定跟他说好多的好话 好像跟他恭维他的话 好像用大陆的话 叫戴高帽子 好像你是抬着教一样 把他抬来 他是坐教而来的教友 这么个教友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是神家里边的人 敬拜神 让我们自己从心灵里边 有一个爱神的心 被主的爱所吸引的心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心 到主面前来 求主这样赐福我们的弟兄姊妹 赐福我们的教会 另外将这和大家分享的一点 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 应有的一个生活上的态度 我们是属乎神的人 我们也是神家里边的人 但是毕竟现在我们又没有被神接走 保罗说我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 既然好得无比 神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呢 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说 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在世上有苦难 离世与基督同在有好的物比 为什么不把我们接去呢 在斐利比书那里 保罗下面接着又说 然而我若是在世上活着 为你们是更有益处的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选择 那么就是说 我们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 如果神不接我们走 让我们在世上活着 还有更为要紧的 对别人可能是更有益处 更为要紧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死观 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 好的无比 留在世上 更为要紧 有更为要紧的事 求主让我们看到今天 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 教会今天没有被提 主还没有再来 教会在现在的这个 今世当中存在 教会就有教会的一个责任 有教会的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当然我们在世上 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应当有一个合一的态度 从圣经里边看 每一个基督徒 虽然你是信主的人 你也要为神的缘故 遵从世上的一些规章制度 即使你是世上的人 就要为知证掌权的祷告 要为神的缘故 爱神的缘故 荣耀神的缘故 顺从人的一切制度 这是圣经上的教导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 另外有一方面 也让我们看见 当使徒时代 彼得那些个使徒 因为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被公会的人叫去审问 公会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 是相当有权的 可以说除了罗马巡俘以外 当时的公会 几乎就是以色列人的 一个最高的权力机关了 公会的人禁止彼得和那些个使徒们 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传扬主的救恩 禁止他们传道 那弟兄兄妹 大概记得很清楚 彼得那些个使徒 怎么回答的呢 彼得那些个使徒 对于公会的人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 这样合理不合理 你们思想吧 那就是说 另外我们基督徒 还有一个原则 就是顺从神 不顺从人 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在世上 教会还没有被提 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成员 基督徒 每一个人 好像有这么两方面 都是圣经的教导 一方面是为神的缘故 顺服人的 规章制度 只要是不和圣经 从头 只要是不违背 圣经的教导 我们就应该 从心里面 顺从人的制度 有一个姊妹 她在国内 那个时候是国内的 那个要求的条件 行人是靠便道走 行人是靠右边走 车马 人都是从右边走 那个姊妹 她就是宁肯 挨晒 她也是从右边走 明明左边那边 是阴凉地 左边那边呢 人也不是很多 那右边这边呢 就是一个晒着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样 她是宁肯 从右边走 没有人管着 没有警察在那里 好像是 作为交通民警 在那里管制 管察 一定怎么样 没有 从心灵里面 上班的时候呢 是从右边走 是晒着 下边的时候呢 正好这个太阳 换过来了 从右边走 又是晒着 不是一天两天 长期这样 宁肯挨晒 宁肯挨晒 我也从右边 想要 也靠着右边走 这是为神的缘故 顺从人的制度 也就是这位姊妹 但是在住的学校里边 每天早晨起来 六点多钟 就起来跪着床前祷告 那个时候 老师住在学校里边 作为一个人文教师 早晨起来 竟然每天起来 跪着床前祷告 这个事情当时很新鲜 大概是由他同宿舍的 这个老师向校长汇报去了 那个校长有一天 突然六点多钟就到宿舍来了 这个事情很反常 一般的校长都是八点钟上班 或者七点半来 七点多来 那就很不错了 明天是六点多来 到了宿舍里边来了 来六学位 你看那个姊妹 就是这个走路向右边走的姊妹 正跪在床前祷告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就是 好像默默地祷告 他就这个校长 就和同宿舍的一个老师 在那谈话 谈了半天 那个声音故意的也很大 这个姊妹照样地祷告 谈了半天 大跟那个校长看 他也不愿意站起来 那么没办法了 就走了 也就走了 走了以后 那个姊妹就站起来了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一个姊妹身上两件事 行人靠右边走 就靠右边走 没人管 没人看见 我也是靠右边走 而我们每天应当敬拜神 应当在神面前有读经 有祷告 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 也照样地 每天早晨起来祷告 那个一校智掌来了 那个时候当时已经是 中国的大陆 已经是新政权 已经建立起来了 而照样地 还是跪在那里祷告 弟兄姊妹 让我们看到了 教会 在地上 是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吃手 每一位弟兄姊妹 也应当尊主为大 因为主耶稣基督 祂是教会之手 主耶稣基督 怎么样行 我们也应当 怎么样做 主耶稣基督 怎么教导的 我们应当 怎么样的遵守 感谢主啊 但我们这个能够分得很 清楚 这里也有一些 这个问题 我还知道有一件事 在海外 特别是美国 这个开汽车 坐汽车 大概都要佩戴 这个安全带 前面呢 坐在司机旁边的 那个准事要 这个安全带 后边的呢 我听说 是有的州就规定 后边呢 也得积安全带 有的州就规定 说后边呢 可以不积安全带 有一个姊妹 从国内出来 到了海外 而且这个姊妹的 因为主的缘故 也是到处 每一个州都走 他到这个州里就问 你们这个州 是怎么规定的 我坐到后边的话 要不要吸安全带 人家说 这个州是得需要安全带 好 他也就吸安全带 人家说 这个州是不是也需要 那个坐到后边呢 也要扎上安全带 这个州 没有这个规定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这就算了 那个姊妹后来 到一个州就问 到一个地方就问 后来就索性啊 那个姊妹说 我就不问了 我无论到哪去 我坐到后边 坐到后边 我把安全带 系上就算了 反正那 管他怎么规定的呢 有一次坐车 晚上出去 同车的一些 弟兄姊妹 出于好心 算了 晚上也没有人看见 何必你在 吸安全带 那挺麻烦的 那个姊妹说 不管他有人看见 或者没有人看见 他是这么一个规定 我就遵守这样的制度 是为神的缘故 从心灵里边 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这样来尽从人的制度 但是如果要是人的制度 和神的教导 相违背的时候 那我们就只有说 听从神 不听从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 大家大概都知道 在这个日本占领中国的那个北方 那一段时间 日本人成立了一个叫基督教团 基督教团原来叫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日本人是为了要统治 中国的基督徒 所有信仰基督的人 所有的基督徒 甚至一些那个根本就不信 耶稣基督是神的一些个假信的人 或者就说基督教的一些个派别吧 那些个人也都要联合在一起 成立一个基督教的这个联合促进会 后来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太好 以后就按照他们日本的习惯 就改做叫基督教团 就是基督教都联合在一起 这么一个团体叫基督教团 那个时候几乎有好多的人 因为惧怕就加入到那个基督教团里边去了 大家这个可能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 可能知道王明道先生 被神纵用的一个神的仆人 在那个时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就是不肯参加这个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后来改名成基督教团 更不肯参加了 为这个缘故几乎是天天冒死 可能弟兄姊妹知道 日本人那个时候想着杀死一个中国人 就跟暗死一个蚂蚁一样 那样的容易 不是一天两天 抗日战争是八年之久 神的仆人就是这样一直坚持 后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日本人要下了一个命令 太平洋战争爆发是1941年吧 日本人下了一个命令 所有的出版物 所有的刊物 所有的报纸 都要登四条政治标语 那四条政治标语 都是歌颂黄军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日本军呢 怎么样怎么样 日本军怎么伟大 黄军怎么好 要登四条政治标语 王明道先生那个时候 他已经出版了多年的一个叫 零食纪刊 那个零食纪刊 不但在中国大陆发行了很多 甚至于一直远消到南洋等等的 东南亚一些个地方 现在日本有这么一个命令 到底这个刊物上 要不要刊登四条政治标语 你王明道先生自己叙述 那一天他在神面前 征战非常激烈 如果抗拒日本人这个命令的话 那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现在你明目张胆的 违反违背了这个日本的命令 那这个就是完全有性命的危险 所以他心里想 就索性把这个刊物停刊 就算了 不出版了 也不登这个日本的 这个四条政治标语 根本就停刊就算了 所以那天晚上 他就在他居住的那个院子里边 就在那里祷告 祷告一会儿 心灵里边觉得不平安 再祷告一会儿 又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他就想 实在不成就停止出版吧 马上在心里想 如果我不停止出版 刊登四条政治标语 这好像是说向世界投降 不停刊 刊登四条政治标语 和信仰无关的 那是歌颂日本皇军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标语 根本这个就是违背神的教导 这个是等于向世界妥协 如果我要是停刊的话呢 神没有让你停刊呢 你出版的时候 是神有明明的感动 神有清楚的带领 神有神的托付 让你在那里出版这个零食纪刊 而且是办了多少的期 不但是中国大陆 海外 南洋 这个东南亚一带 也在那里有一定的发行量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神没有让你停刊 你自动停刊了 是不是也是变相的向世界投降了 神的老仆人那天征战非常的激烈 有些个记载是这样 我也亲耳听到王先生说过 那一夜几乎是没有睡 在院子里面祷告 祷告一会儿到大礼拜堂里面去祷告 祷告一会儿就到院子里面 坐在那个台阶那里 慢慢的思想 心里边是拿不定主意 到那个小堂里面去祷告 祷告了一夜 几乎是通夜 到了天快亮的时候 心里清楚了 神托付的工作 就是要出版一个属灵的 存在属灵的这么一个刊物 这样的一个文字工作 这是神的托付 是神的命令 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如果要是在神的这个属灵的刊物上 纯洁的这样的一个刊物上 刊登那个日本的政治标语 这等于是向世界投降 如果要是不刊登政治标语 而是停刊的话 这也是变相的投降 最后就做了一个决定 临时记刊 照常出版 四条政治标语 一条也不登 就这样决定了 第二天他和他的师母 就是王太太和他的妻子 来商量这件事情 他的妻子说 你在神面前清楚不清楚 这是神的旨意 他说我清楚是神的旨意 感谢主啊 神也给他这么一个好的配偶 一般的可能是师母也害怕了 怕有危险 是那个王太太说 既然你清楚是神的旨意 你就照着这样做吧 这是一九四几年 就是一九四一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在北京王明道先生 所做的一个见证 大家都知道 一九四五年 抗日战争胜利 日本才投降 那四年 神的仆人是怎么过来的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 既违背日本政府的命令 不刊登政治标语 他那个属灵的刊物 照常出版 这是一个基督徒 在地上应有的持守 这是我们的教会 应当持守的纯洁 主耶稣基督啊 是教会的元首 主是圣洁的 教会也应当 靠着主的保险 靠着主的恩典 也应当坚持 主的教导 走一条圣洁的道路 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大陆的基督徒 为什么不参加三次教会 对不起 三次不是教会 从来没有提过三次的教会 连三次会自己的人也说他不是教会 他就是三次会 最开始成立的时候 是1951年4月间 突然的有国家 有当时的这个国务院召集一些各教会的一些领导人 当然是供费了 这个票 车票是由政府里供给 到了北京呢 来开会住的地方 吃的地方 当然由政府来供给 那些个当时的基督徒的那些个领导人 在那里开会 从大概是四月中旬开完以后 就到了四月下旬 四月二十几号 突然有一位先生 就提出来 我们成立这个基督教 就完全的名称 我很记得是这样 基督教 反帝爱国 抗美援朝 三次革新筹备 三次革新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 我记得这个名字是这么长 后来大概觉得这名字太长了 就把这个改了一下 反正就是简短了 后来就是所谓三次革新会 简称就是三次会 那三次会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教会 这样的一个会 应该不应该参加进去 弟兄姊妹 如果要是我们在当时中国大陆的那个情况 你是参加呢 还是不参加呢 神的仆人 王明道先生 旗帜鲜明 很清楚 该撒的物 归给该撒 神的物 归给神 世上的一些个制度 我们应该遵行的 能遵行的 一定遵行 但是世上的一些个制度 和神的教导违背的 宁死不屈 这是基督徒 我们信主的人 在神的教会里面 在神的家里面 应当有的持守 感谢主啊 也就是因为神的仆人 有那一段时间 有这样的一些个教导 就有许多的人 在属灵的看见这一方面 就更加清楚 包括我自己这个年轻的人 我也可以和大家说 在刚刚的1951年 就是说新政权刚刚成立以后 我自己也模糊不清 一看当时那时候 我所在的昆明 很多的一些个纯正信仰的人 都参加了到当时的 叫基督教联合会 我说这个看看大家信仰 纯正的都很多 特别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会 而且那个领导人 也是我从心灵里面 很尊敬的 也是很敬爱的这么一个人 他突然呢 也参加到基督教联合会 哎呀 我说为了保持教会的纯洁 吃手 那个教会 不是保持一个教会的纯洁 就是说保持教会 还有一个能够传扬福音的机会 少受一点难处 我也就参加吧 我结果1951年 我也参加进去了 可以和神面前说 这是自己在神面前 走的一个软弱的一步 就觉得参加进去以后 传福音更方便了 而近年前面的人 我所尊敬的一个神的老仆人 他也带领教会参加了 他参加以后 我们那个教会 就成了别人的 那个眼中钉肉中刺 这件事 别人看着就是太 太羡慕了 别人就成了 我们就成了纵视之谛 所以后来我们说 也就参加吧 自己的一个软弱和失败 我也可以和大家说 我1951年参加进去以后 原来是想着这样可以赤手 教会能够继续的传福音 少受些个难处 我说神管教一个人 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我1951年参加这个基督教联合会以后 1952年春天 人家基督教联合会 就在云南日报 在5月10号 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声明 用这个基督教联合会的名义声明 就是要求在云南省的全省 各地特别是农村 在土地改革期间 大家都知道中国刚刚的建国的开始 一个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 那是相当大的一个运动 那个基督教联合会就号召在土地改革期间 农村所有的教会都要停止活动 本来是这么一个声明 但是呢 拿我做了一个典型 例如 昆明传教士 边云波 在无定地区 少数民族当中 土地改革期间 在那里传道的事实 就直接间接的 严重的影响了土地改革工作 下面那个什么要防止什么帝国主义的破坏 防止什么帝主分子的这个 这个反攻 那个话就越来越严厉 感谢主啊 那个时候让我脑子里有一个清醒 我说感谢主 这是神借着不信的人 给我一个管教 当然现在感谢主 也是因为那件事情过去以后 特别的看到了 有些个神特别的恩典 就那段时间就过去了 我等一下也想着说一说 那么怎么样过去的这个原因 过去以后 我从那里就退出了 那个三字基督教联合会 后来就是三字会 我就声明我个人退出 以后我所带领的那个教会 以后也退出了 当时那个 那个书叫宗教师无处 那个负责人 我还记得姓龚 这位龚先生 特意叫我去 上来开始 还有一些个称赞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一个圣经学院里面教课 他们叫我编老师 说编老师啊 大家对你都很尊敬的 你这么忽然你退出了呢 是不是你再考虑一下 我说我是因为考虑成熟以后 我才退出的 我没有办法再考虑了 他说这样你要是不参加 对你不利啊 我说你知道我是为什么出来传道的 出来传道的那一天 我就没有考虑对自己有利或者不利 我想这一点你很清楚 他说你再想一想 我说我已经想过了 想到末了的结果 就是我要退出 那你能不能再深深地考虑一下 当时神给我一个智慧 我就忽然问他一句 他万没有想到 我说因为他姓龚 大家叫他龚同志嘛 我说您是一个共产党员吧 他忽然一愣 他没有想到 我问他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员了 我说您说您是共产党员 当时大家年老的人知道 有个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有个铁托 当时那个南斯拉夫铁托的 那个共产党 是被国际共产党 共产党国际 把他开除了的 说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个铁托 是修正主义者 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主义 我说您说您是共产党员 我说那个南斯拉夫的铁托 也说他是共产党员 我说您和那个铁托 能够在一起谈共产党主义吗 当然不能了 他是修正主义 我是真正的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怎么能和他谈这个共产主义呢 我说您不能够和那个假的共产主义者 坐在一起谈共产主义 我说您想一想 我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 怎么能和那些假信徒 能够坐在一起呢 他没话说了 我以后我就等着他 也许要把我逮捕吧 感谢主 也过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把我逮捕 这里面当然有神的恩典 在这里我不是说 自己在主面前有什么长处 或者自己在主面前有什么样的 好像是有所坚持 实际上是自己走了一段弯路 走错了 而在那个错误的路上又回来的 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就应当是纯洁的教会 应当和世人所看的不一样的地方 是凡是世上违背圣经教导的 一些个地方 我们就不能够接受 前一两年 在加拿大 有些个弟兄姊妹传道的同工们 一起谈话的时候 问了我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加拿大 那个国会已经通过 他们的宪法规定 同性恋是合法的 那么在礼拜堂里边 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讲 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圣经上怎么说的 圣经上说 难和难行可耻的事 那就是罪 即使这样的话 我们就按照圣经讲就好了 当地的有些同工觉得为难 这样的话 这不是违背宪法吗 这不反对宪法了吗 那可以不可以 那个用委婉的话 用一个好像说一个 有点让大家能够理解 又能够明白 但是呢 又和他的这个 国会通过的这个宪法 又不违背 能不能用这样的话来讲 我说圣经上说的 我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何必那么拐弯抹角 何必那么模棱两可的 讲那些个话呢 我和那些个同工们 讲了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有些地方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不许像18岁以下的青少年 不能够和他们传讲福音 我们到底是凭谁的 很多的弟兄姊妹 照样的像18岁以下的青少年 照样的传福音 所以感谢主 我们教会在地上 我们主耶稣基督 也是教会之首 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一个态度 是为神的缘故 顺从人的制度 另外有一些是人的制度 人的一些个说法 是和神的教导相违背冲突的 我们听从神 不听从人 是理所当然的 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有所吃手 这是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个试探 我知道在有些个弟兄姊妹的工作当中 在你的公司里面 在你的商业活动当中 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个试探 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胜得过去 再有我想应当和弟兄姊妹 与同分享一件事情 我们既是神的教会 弟兄姊妹就应当是真正的弟兄姊妹的关系 这件事情我也在别的教会里面 也常谈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一些情况 我不清楚 但是按圣经的教导来看 保罗曾经给罗马人写信 到了罗马书第十六章的那个地方 就提到了保罗向许多的人问安 向百吉拉亚吉拉问安 向其他的一些个人问安 末了问安问到一个地方说呢 问卢浮和他的母亲安 下面好像有多了一句话 保罗说卢浮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一个被主使用的那么一个使徒 保罗竟然称卢浮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母亲 这个传道人到底和卢浮的母亲 那个亲密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 有的一些解经的人说呀 那个卢浮的母亲可能需要特别的照顾 保罗呢 你看那么忙还能够照顾到卢浮的母亲 看来是这样的亲切 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是这样的来解释 卢浮是谁 卢浮的父亲叫西门 西门是古临奈人 当主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的那一天 按照他们当时的规定 被处死的那个犯人 被定十字架的那个犯人 应当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往哥哥大山上去 那一年神带领我到了耶路撒冷 特意的看一看 就是主耶稣基督当初上十字架 上哥哥他山所走的那条路 大家给他起名叫苦路 确实是崎岖不平 高低不平 确实是难走 圣经上记载 主耶稣基督那天晚上被审问 折磨 拷打 一夜没有睡 原来就已经很疲劳 很困倦 让他背着那么一个沉颂的十字架 自己背不动了 后来正好古临奈人西门 从乡下到耶路撒冷来 正好碰见了 罗马的兵丁一看正好 就让古临奈人西门 就替主耶稣基督背十字架 马可福音那里记载说 这个古临奈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 保罗所说的 那个问卢浮和卢浮的母亲安 那个卢浮的母亲就是 那个为主背十字架的 那个古临奈人西门的妻子 可见 卢浮信主 可能受他的父亲的影响 卢浮的母亲的爱主 也可能是受西门的影响 总之 这对母子是爱主的人 所以保罗说 问卢浮和他母亲安 卢浮的母亲也就是 卢浮是我的母亲 一方面说明保罗是对卢浮的母亲的尊敬 但是有更多的解经的人说 恐怕是卢浮的母亲对于保罗有特别的关心 照顾 帮助 保罗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 生活上难免有许多的困难 卢浮的母亲作为一个年长的长者 照顾这个传道人 使得保罗甚至于说 卢浮的母亲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我要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一段补充一下 就说1952年云南日报登报以后 说我下乡传道破坏了土改 当时有一个老伯母是提我这样说的话 因为登报完了以后 他们要组织一些基督徒要讨论 这是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 要组织一些新徒要讨论分足讨论 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 那个有一个余伯母他也在场 他也在那里 那个余伯母他的儿子 现在就在奥克兰这里 是一个教会的长老 那个余伯母当时说 他说你们说的这个边云伯这个人呢 我知道因为他下乡传道的时候 是我和他一块去的 大伙马上哑雀无声 这个老太太怎么回事敢说这个事情 别人就是有这个事 躲寒躲不及呢 这个老太太真有其事 他怎么敢说呢 他说我们怎么去的 是由当地的教会 写了约请信来 约这个边地区到那里去 边地区就拿着当地的邀请信 到了公安部门 开了一个叫路条 就是同行证 当时可以说有个许可 你到那个少数民族当中去 我们拿着邀请信 拿着这个路条 还有另外的一个知识 还有这位余老伯母 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了 那个时候余老伯母已经是五十多岁了 我们要到那里去 有经过一百几十里地 要上山下山 走那许多的艰苦的路程 那个余伯母说 我们步行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先见到了当地的区政府 向当地区政府拿出了当地的邀请信 拿出了公安局的路条 就是同行证 我们是这样来的 开会的是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方 是向当地的区政府这样报告的 每一次我们开会 那个当地的区政府的那个人 总有一个人 在那里甚至于是带着枪 在那里来参加这个会的 怎么能够 我们这个边弟兄所讲的 每一次讲的什么 都是圣经上的道理 那个时候有人给我造谣说 我在那里传道 讲道 讲着世界末日 吓得那些弟兄姊徒 在那里满堂的人 在那里趴在地下 一直痛哭 那个余伯母说 怎么回事 边弟兄到那里 讲到讲到最后一次 是讲到什么呢 讲到了是彼得 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下网打鱼 那一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 甚至于两个船都放不下 圣经是说鱼虽然多 网没有破 边弟兄当时讲的 是这样讲的 是那些个鱼 怎么来的呢 怎么会一下进到那个网里面去呢 彼得通夜打鱼 都没有打着什么 主耶稣基督不是个打鱼的人 他怎么吩咐彼得 下网打鱼 一网能捐出那么多鱼来呢 从圣经的那个亮光来看呢 只能说那些个鱼 是自投入罗网来的 因着主的命令 是自己就钻到这个网里面去的 所以以往才能打出这么多鱼来 那个时候那个边弟兄讲的 是怎么讲的呢 是那些个鱼啊 吃的不过就是那点水草 喝的就是那么一点那个淡水 他所享受的不过是这一点 但是当主有命令的时候 那些个鱼就奋不顾身 自投罗网 明知是已死 却是把死置于度外 这样的进到这个网里面来的 当时连弟兄还提到 我们的弟兄姊妹 当时有七八百人 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蒙了这么多年的恩典 我们听见主的呼召了没有 如果听见主的呼召 我们要不顺从的话 我们爱主的心在什么地方 后来所以就说 请大家来祷告 一说大家祷告的时候 很多的人就跪下来了 跪下来祷告 甚至是流泪痛哭的祷告 这是别人污蔑 别人陷害 别人说我在那里讲世界末日 吓得那个信徒直哭 那个于伯母默了说了一句话 说鞭音波弟兄啊 是这么样的一个弟兄 是到那里这样传道的 如果要说这样的传道 在那里有罪的话 我和这个边某人 我和他是同罪 因为他每次讲到我都在 他的整个的活动 怎么去怎么回来的 我都是在一起的 当时有些个老年的 一些个弟兄姊妹 特别是一些是老妈妈 当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 听见那个于伯母一说 他们恍然大悟 当时有很多的很可爱的 一些个弟兄姊妹 那些个老伯母 那些个老伯父 那些个老人家 在那里都说 哎呀 让你这样一说 这个鞭音波弟兄 还是个好人哪 大概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52年呢 神有这样的恩典 让我没有被 当时没有被关起来 当时也没有受任何的处罚 好像这个事情就悬到那里了 今天和弟兄姊妹说这么多 一件事情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应当有所持守 教会在地上应当有所持守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 我们在神的家里面 应当是情同手足也胜过手足 我请大家原谅我要再占一点时间 有一次在前些年在澳洲的墨尔本 有一个教会约我到那去讲道 当时呢有好多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 所以有一个李牧师呢 他就给我翻译 其实那个李牧师 我们呢还是第一次见面 在讲道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感动 就想到了保罗 对罗马人问安 是问卢浮和卢浮的母亲安 说卢浮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我讲到那里边 心里面就有感动 我说弟兄姊妹啊 保罗是传道人 保罗也是人啊 保罗把卢浮的母亲 看成自己的母亲 一方面可能是尊敬这个长者 但是更多的方面 是得到了这位长者的关爱啊 我想我们的教会 和一般的这个公会宗派 不大完全一样 我们的教会应当是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教会 当然按照植物 神给我们的托付来看 是有牧者 有被牧养的弟兄姊妹 有牧养的人 好像是如同羊群一样的 这样的弟兄姊妹 有牧者 有被牧养的 但是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都是弟兄和姊妹 我记得那天在那个澳洲那讲道的时候 我忽然就想到 因为我们第一次和那个那个 那个李牧师在那里一起同工 以前没有谈过话 我说弟兄姊妹啊 保罗也是人啊 我们这几个传道人也是人啊 我们也有软弱 我们也需要有别人的光照 有别人的关照 也需要别人的提醒 也需要有别人的帮助 需要大家有这个爱心的 互相的一种 一种这个爱心的 一种提醒 一种互相的这个照顾 讲到那里以后 当时我看见圣灵做工 我自己心里面挺受感动 有的慧众当时也挺受感动 那我末了做一个祷告 这个会就要结束了 这个祷告完了以后 我和那个李牧师还没有下台 这会没有结束的时候 前面的第一排 忽然站起一个姊妹来 那个姊妹 我后来一听啊 我才知道 她就是这个李牧师的师母 那个姊妹站起来 就站在前面 刚才编地兄说 传道人也是人 也需要人的体恤 关怀帮助 爱心的提醒 那个姊妹说 我们传道人的师母 也是人啊 也需要弟兄姊妹的 关心帮助和提醒啊 说到那里 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从那个时候就想到 做传道人难 做传道人的师母 可能更难 还有一件事情 这是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亲眼所见到的 我住在王明道先生和王太太 我们那个院子里边 吃在一起吃 住在一个院子里边住 有一天呢 我就路过那个小客厅 看见王明道太太 在那里一方面 吃那个毛衣 一方面在那里流泪 哎呀 我叫他 我们都管 那个王先生叫 王叔叔 就叫叔叔 王太太就叫神 大家大概知道 北京话的 这个地方话 就叫神 我就说神怎么了 在那一方面 吃着毛衣 一方面在那流泪 那王太太呢 把眼泪擦着擦 什么话也没言语 摇摇头不言语 我一看他不言语 我也没办法再问 我要走也显着不合适 所以他在那流泪 我只好坐在旁边 就陪着他流泪 我就等了 我没有流泪 我就只好陪着他 等他坐了一会儿呢 我就问神 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不要跟叔叔讲一讲啊 他后来他笑了笑 苦笑了笑 他说你听听 叔叔在干什么呢 我一听啊 王先生在那个书房里头 一方面收拾书 一方面在那里唱赞美诗 唱得高兴极了 歌颂主尊名 荣耀主尊名 高兴极了唱的 我那个时候就想到 做传道人难 做传道人的师母更难 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蒙恩 蒙爱的教会 是一个弟兄姊妹 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 求神更多的赐福 我们的教会 更多的赐福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全教会 真是蒙主的恩典 真是有的时候 是确实这样 我再说一件事情 大家不怪我 在美国的华盛顿DC 有一个比较大的教会 有一位神的仆人 被神一直重用使用 这个弟兄姓刘 名字我不提了 有一次他的师母和我说 当着面说的 他说在信徒当中 就有一个姊妹就问我 就是问这个 这个刘牧师的师母 你看看你怎么照顾的 这个刘牧师 你看看现在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你怎么照顾的 好好地照顾照顾 好 那个师母说 好 我好好照顾照顾 他亲自跟我讲的 过了一些个天 另外的一个姊妹来了 哎呀 你是怎么照顾的牧师 你看现在都胖成这个样子了 对兄姊妹啊 我们看到 做传道人难 做传道人的师母更难 但愿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神的家里面 大家会有真正的 彼此的体恤 彼此的关心 彼此的爱护 彼此的照顾 是一个真诚的 爱心的提醒 互相的这样的关切 我想这样神会更多的 施恩给我们的教会 因为时间的缘故 不能多说了 在这段时间还是愿意 和弟兄姊妹说 我们基督徒应当 有一个向神忠心 传扬福音的态度 我刚才说 保罗说 离世与基督同在 是好的无比 既是好的无比 为什么不把我们揭去 主耶稣基督也说 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既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为什么把我们留在世上 教会在世上还有使命 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神的家里面的成员 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使命 应当盼望神家的兴旺 盼望神家里面蒙恩得救的人数 在继续不断地增加 请大家原谅我说 在中国大陆 传福音难不难 比我们外边传福音难不难 应当更难吧 为什么在国内 中国大陆以内 那个信主的人数增加的是 那么明显的增加 在我们的海外 相对来说 当然我们也有增加 但是不像海内增加的那么快 什么原因 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真是有一颗心 知道看到应当如何的 兴旺神的家 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是在神家里面的一份 应当和主同心 应当让教会更加兴旺 为什么 我们的教会 当然是在增长 为什么不能够更快地增长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以神家里的事为念 看到我们教会旁边有空座位 有没有为旁边的空座位祷告 有些个人应该来聚会 没有来 是不是我们可以问一问 还有在我们旁边 有些没有信靠主的人 是不是可以向他传福音 请大家原谅我说一件事情 我去年回到国内 三月间 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 要找我谈话 其中有一个姊妹 晚上见去和大家一起谈话 那个姊妹笑着 笑眉眉地说 今天差一点来不了 为什么呢 白天在街上 在一个公园里头 散发福音单张 让公安局叫去谈话 想不到谈了两个小时以后 放出来了 高高兴兴的 晚上又来能够见面了 大家这几个弟兄姊妹 好多人能够交通了 我说跟你谈话 没有谈声 就是说 不要在街上散发福音单张 我就跟他说 这福音也都是公开的嘛 信仰是自由的嘛 所以谈了两个小时就出来了 也就是这个姊妹 这是三月间见到的 等到我九月间 离开大陆的时候 有几个弟兄姊妹 要到飞机场去送我 这个姊妹也去送我了 别人说 这个姊妹 因为散发福音单张 又让公安局叫去 又谈话谈了两个小时 我说哎呀 你怎么回事 笑眉眉的 没有关系 谈谈话就又出来了 还可以接着再散发福音单张 我心里就很深的一个感触 我们大家都说 美国是信仰自由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 在街上散发福音单张的这么少 今年秋天 有一个弟兄在电话里告诉我 他在一个校园区 他带着一些个弟兄姊妹 在校园里面散发福音单张 当然不能够是公开的开会讲 但是就是个人的散发单张 你有兴趣就和他个人传讲福音 他说今年这一暑假 在那几个大学的校园里面 他有一百几十个人 觉知信主 哎呀 我说你们真是在主面前 这个看到神的恩典 真是不小 有一百几十个人 哎呀 他说今年不算是多的 前年很多 我说前年多少 前年的一个暑假 还是这几个校园 是二百几十个人 觉知信主 今天有多少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到了美国来 神把这个福音的工作 放到我们门口来了 我听说我们的教会 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工作 但是是不是有好多的人 还没有听见福音 在大陆 你这个弟兄姊妹 能够这样的 为了神的家 兴旺 神的教会 这样传扬福音 弟兄姊妹 你不要怪我 为什么我们在海外 所谓的自由 信仰自由的这个世界 我们倒不能够上街头上 散发福音担长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个别的劝人 带领人悔改信主 主耶稣就都是教会的头 是我们的元首 主 主愿以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我们也都愿意神的家兴旺 求神光照我们 让我们都是能够在神的家里边 做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我们再一次地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主虽然你的孩子多有软弱亏欠 主啊 让你的孩子今天站在这里 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分享 诉说你的恩典 主啊 你的孩子 主语言不够的 主啊 或者有缺欠的 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 在众多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 一无所有 主啊 若是从主那里来的 有话语和信息 主但愿深深地印在 弟兄姊妹的心中 感谢主 你恩待了我们在硅谷 这里的众多弟兄姊妹 恩待了我们的教会 主啊 你过去恩待 现在恩待 将来求你有更多的恩待 主但愿教会有更大的复兴 把信而归主的人更多的 加在我们当中 主让你的自己的家得以兴旺 让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 也因此得以欢喜快乐 主啊 若是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这样那样的 一些个困惑 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个缠绕 或者世俗上的缠累 主啊 或者是个人自己心情里面 有一些地方偏离了主的道路 主啊 求主你自己的光照 让我们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主啊 你来的时候已经尽了 主让我们真是看到今天 哦 主是普世宣道的需要 求主今天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灵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打美好的胜仗 愿主垂庭悦纳 我们这不完全的祷告 你孩子话语的缺陷 求主自己恩典补满 我们的祷告不够完全 但愿你恩在的完全 求主垂庭 我们以上的所有的祈求和祷告 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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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